那樣的話我要重新編 那就是像這個《致命飲食》 它這本書是一本翻譯的書 它叫做《The China Study》 就是中國研究 它在三十幾年前 那個大陸 它本來是竹木嘛 鐵木它不是像蘇聯是鐵木嗎 那個他們的外國人說 蘇聯是鐵木 中國是竹木 那時候不是開放嗎 那很多外國人就到了中國 然後發現中國人沒有那麼多的本民病 就好像我們那時候在台灣 開始有電視機的時候 我們看到外國人 哇嚇死了 每一個人都這樣碰 然後又看到他們說 有什麼糖尿病 什麼腎臟病 心臟病 什麼癌病 什麼一大堆病 那在台灣沒有那麼多病 而且那時候很多人都是 都是無疾而終 就像我們鄰居的阿公 他們就是這樣無疾而終 沒有 那時候醫院也沒這麼多啊 那整個我那時候住板橋 整個板橋才一個西醫啊 也沒有什麼藥局啊 沒有這些東西 現在不像現在到處都是藥店 都是醫院 都是醫院 在診所 那時候沒有那麼多 那這些人是怎麼樣 很多都是無疾而終 睡覺睡覺就說 沒有那麼多的病 也許是 我不知道了 也許是有病 但是他們也沒去 也沒往這方面想 也沒去醫吧 我不清楚是怎麼樣 但是那時候 沒有輪椅 對 沒有看到有輪椅 對 那時候連腳踏車都會怎麼出去 哈哈哈哈 一回拉起來就說 也許中國的食物有不道治地方 對 結果就是 他們就是來研究 對 說為什麼大陸 沒有這麼多的病人 沒有這麼多病 結果他們發現 很多老人家到很老的時候 還是在田裡面 還是在那工作啊 他們做出來的研究 就叫做 China Study 救命飲食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他們發現 中國人吃的飲食 跟西方人 有非常大的不同 因為我們 因為 植物性多 植物性多 牛他們是不吃的 因為牛是 是當作家人的 是當作家人的 對 牛死了是不吃牛肉的 對 他們有牛死了 不吃的 對 對 那至於豬 豬是豬跟豬那時候 好像也很少人在養豬 過年或絕 就殺一條豬 對 過年或絕 殺一條豬 就是大家分的 是 是祭世的時候 清明節的時候 才有一條豬公殺了 大家 整個家族分煙 分那麼一小塊回去吃的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小時候也是 平居他們養 養豬臭的要死 那他回饋我們 就是在清明節殺的時候 我們有一塊肉可以吃 有一塊很大的肉 平常我記得我媽媽買肉 甚至買這麼一小 用個那個葉子 那個月桃葉 包這麼一小塊肉 那塊小塊肉是 要切得很細 連肉絲都很少吃到 都是切成肉末 做肉燥 是這樣的 對 那想到了 在大陸也是這樣 他們發現吃的肉 平常都是沒有肉 那這樣的一個生活 使得中國人的心血管 各方面都沒有問題 所以他在那一本書裡面 就是推廣 是做 他連那本書裡面 連奶 牛奶跟雞蛋 都是因為他發現 也很少人在吃 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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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是給小牛吃 牛奶 吃個小牛奶 中國人沒有吃 才吃牛奶 那雞蛋 雞蛋也沒有 雞蛋 雞蛋是要在 我吃的 對 對 才吃個蛋 那平常的雞 是鋪雞蛋 所以那本書 翻譯過來的時候 不是中國演講 是叫做救命運輯 他另外畫了一個標籍 那在CNN有訪問柯林頓 柯林頓說 他當年他第一根支架 放在心臟裡面的時候 他就問過醫生 他將來會怎麼樣 他說沒關係啊 你有問題再來找我 我在這裡放那支架 還一直放 他說那我可以放多少 我可以放多少 我就可以放多少 這樣你都會放十幾根 對喔 就說有人放十幾根 都沒問題啊 但是柯林頓說 我不要這樣吃 柯林頓非常有機會 他就問說 欸 那我有什麼其他的選擇 人家就介紹他 這本書的作詞 也是個醫生 他就根據他的封骨 不吃肉 他說他偶爾會吃點魚 這樣 他說我現在身體 他說 你看我現在的外貌 跟我在高中一樣 那他本來很長老 現在 你可以比較 然後柯林頓跟希拉爾 現在兩個人的外貌 完全不一樣 就是一個人選擇 那一個人還是 是他原來相識的 所以很多東西 是choice 是選擇 個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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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OK 我想我已經到 幾點鐘 十二點鐘 他這個 姜姊姊還帶了水果來 我每週天帶給她媽媽 喔 不要這樣說 你已經送了我娘 娘 我那個CD了 我那個 對那個 那個要趕快吃 因為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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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